如果大家去查這一塊土地是特定農業區 像我們這種半都會鄉下的立委就知道說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跟特定農業區是不一樣的 一般農業區你還可以申請一下做停車場 準你就開始說因為它非農業用途 你才開始繳地價稅 甚至你有獲利你就要繳 有公司營業稅 或者所得稅 特定農業區是不能做停車場的 所以它當初有地價稅 OK 你拿出來看 它是什麼目的去申請地價稅 它有可能是去做 它可以做哪些用 我跟大家講一下 它可以做休閒農業用 公共設施用 譬如說禁戶輸要贏 你公共設施自己租 你有目的你有收入 你的繳地價稅 沒有問題 特定農業區可以 不能做停車場 所以柯文哲你要講說 我有繳地價稅 不代表這一個特定農業區 是可以做停車場收費 如果有收費 你說有營利行為了 你也繳地價稅了 不然農地是不用繳稅的 農地是不用繳地價稅的 你拿出昨天拿出那張說 你看我有六歲 所以這個沒有違法 錯了 你這個是最佳一等 為什麼 有繳地價稅表示 他不做農業使用 那你柯文哲 你跟我講說 你有沒有收錢 你有沒有收費 我不知道 那是管理人的問題 管理人是他爸爸或媽媽 這個就矛盾了 有收錢 有繳稅一定有收 一定有營收 那你就知道有營收 你現在又一推二五八 比較科博的是他兒子 是柯文哲 你害你爸爸媽媽要背這個鍋 贈雨的鍋 收租的鍋 你看你爸爸媽媽去背 但是我先講 這筆土地他現在要刨除 也不用感謝他 說我這邊外科醫生 你有這個臉 這麼多次去質疑 其他候選人質疑 賴清德質疑 侯友宜的時候 心裡面知道說 我這大塊違規利用 你是覺得全台灣 都不會去查你的台灣申報嗎 委員你覺得他有科齡 真的都不知道 都他爸爸媽媽來管 你拿出地價稅的時候 就應該要知道 這一筆已經不是農業使用了 那錢是誰收的嘛 你可以說我爸爸收了我不知道 難道你不會問一下 爸爸你跟一個人收多少 收幾年 這個對不對 他是在指壓著嘴硬說 我買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但是他是特定農業區 你做到半年期中 你別跟他說 你不知道特定農業區 跟一般農業區有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他有幾個 如果你無知到這個地步 要選總統也很恐怖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